哈囉 大家好 我是JT智希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ZC跟大英博物館聯名系列的 十六色的眼彩盤眼妝教學 我之前有跟ZC合作一篇分享 就是幫大家開箱 然後試用ZC跟大英博物館聯名系列 這個分享影片我會放在上面的資訊卡 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他們那個聯名系列 一一的開箱 製色在手上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 我覺得品質怎麼樣 然後質地怎麼樣 我上上禮拜的時候有發了第一篇 就是安德森貓的眼妝分享 我一樣會把連結放在上面的資訊卡 那我們今天第二集要分享的就是這個 魅惑鱗蛇追盤 大家可以看看裡面的顏色 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完整的試色啊 我都有放在上次跟ZC合作的影片裡面 所以今天我就不會再一一試色在手上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說 欸 這每一個顏色擦出來實際是什麼樣子的話 可以去看上一次的影片 今天的話就是要來教大家 如何使用這樣一盤16色 這麼多顏色我們應該怎麼樣去配色 比較不容易出錯 不然大家看到這種多色眼影盤 都會覺得說哇好美喔 可是使用上來說就會覺得很困擾 因為不知道該怎麼樣去配色 有時候配出來就覺得顏色髒髒怪怪的嘛 如果之前一直有在follow的人 應該知道我就是在彩妝上面 我會分成藍底跟黃底 兩個部分去做分類 那我們黃底跟黃底顏色就是配在一起 藍底跟藍底顏色配在一起 那這樣就是百分之百不會出錯 上一次安德森貓那一盤啊 雖然裡面大部分的眼影是黃底色 但是中間還是摻雜了幾個藍底色 所以就是有跟大家說 那在配色上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這些藍底跟紅底的顏色 不要去互相衝突在一起 但是像魅惑靈蛇這盤啊 全部都是黃底色了 因為你用上來說都可以互相搭配 大家就比較不會擔心說 欸哪幾個顏色可能混在一起 會不是那麼好看 但是其中還是有兩個顏色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它介於中間 就是這兩個顏色 這個的話其實它是藍底的紅色 但是我發現它畫出來的時候 又不是那麼說一定是藍底還是黃底 它的界線比較模糊 所以這個顏色的話 其實就是看你怎麼樣去做搭配 如果你跟一些紫藍色系的混在一起啊 或是櫻花粉色混在一起的話 那它就是整體妝容會比較偏向藍底色系 可是如果你就是像它跟這些 比如說金色橘色啊 或者是黃色啊 混在一起搭配使用的時候 顏色會比較偏到黃底去 再來是這個顏色 上次我在全系列的開箱影片就是有提到說 這個顏色雖然我看它好像是紫色 但它其實裡面的是金色亮粉 那我真的擦出來的時候 它紫色的感覺其實沒有那麼重 主要還是金色薯美的感覺 會比較重一點 所以一樣就是如果今天我是跟 比較藍紫色系的底色混在一起使用的話 當然整體妝容就會比較偏藍底一點 可是如果我們只是利用它裡面的金粉啊 然後跟這樣子黃底色系做搭配的話 它還是一樣可以放在黃底裡面使用 那我覺得魅惑靈蛇這一盤啊 跟安德森貓比的話 實用性比較好 因為它整盤都是黃底色嘛 所以就是大家在使用上來說 互相去做搭配跟運用都是沒有問題的 是絕對不會出錯的 可是安德森貓就是因為裡面 又有黃底色又有藍底色 所以你就變成說 那幾個藍底色你就平常都不會去用到 或者是說你用的時候就要很小心 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不然顏色搭配性上來說 就會比較容易不協調 那我們今天魅惑靈蛇的眼妝教學也是一樣就是會分成兩邊 一邊就是比較日常生活可以用的 一邊就是比較drama 比較美式風格一點的那種感覺 我們一樣先從日常就可以使用的微甜妝開始 眉毛的話我剛剛已經用眉筆先畫過了 但是我最近其實都會再把眼影粉拿來當眉粉使用 因為我覺得眼影粉的選擇比較多 然後裡面又會有一種亮粉啊 所以畫起來眉毛又會有一種亮亮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美的 就是右邊一樣 我們是畫比較日常的妝容 所以我的眉毛會稍微選 淺一點的眼影蓋在上面 我會選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混在一起 眼妝第一個我會使用這個顏色做打底 大面積的打在眼球的位置 就是我們這樣手摸的到眼球的地方 反正就是把它這個塗滿 塗到這個凹桃處 第二個顏色我會用這個 輕壓在雙眼皮折的地方 然後稍微塗的高出雙眼皮一點 如果覺得顏色不夠的話 就是可以多上幾層 像我現在就是已經在上第三層了 這時候我就會拿一支乾淨這種 蓬鬆可以做暈染的刷子 沾一點我們剛剛第一個顏色 然後在這個接縫處的地方 幫它做暈染 這樣子很漂亮的漸層就出來了 然後我會再拿一個比較扁的 這種可以畫細節的刷子 沾一點點這個深色 在眼尾的地方先壓一下 因為它顏色比較深 如果掉粉會比較明顯 所以在上深色之後 我都習慣了會先壓一下 讓它的粉先附著在肌膚上之後 我再把它推開 就比較不容易掉粉 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技巧 就是如果你的眼睛 你想要讓它看起來比較圓的話 你這個深色的地方 就要往前畫到眼頭的地方 中間的地方厚一點 兩端的地方可以薄一點 如果你想要眼睛看起來比較長一點的話 你就是從中段這邊開始有顏色 到後段這個地方 眼尾的地方往上畫多一點 那現在就是眼睛下面有點掉血了嘛 所以我就會拿扇形刷把它 魚粉先刷一下 現在我就會再沾一次 剛剛第二個顏色 壓在我深色跟淺色的交界處 再來會用我剛剛刷深色的那個魚粉 把眼睛的厚二分之一 上點顏色 然後再拿蓬鬆的刷子 沾一下我們剛剛第一個顏色 放在眼睛前面的二分之一 最後再沾一點 白色做最後的打亮修飾 第一個眼影完成了 然後我就要來上眼線跟睫毛膏 我今天眼線選的是咖啡色的 然後再刷上睫毛膏 日常輕鬆就可以下育的 甜美眼妝就完成了 那再來我就上腮紅跟口紅 那今天的腮紅 我想要用稍微顏色重一點的珊瑚色 因為畢竟這一盤它叫做魅惑靈蛇嘛 那眼妝是非常的柔和 但是我們還是要帶一點強勢的感覺 我今天使用的腮紅就是 像這樣子的顏色這個 因為它這款是霧面腮紅 那我想要讓它稍微有點亮粉 我再稍微沾一點點這個 有亮粉的珊瑚色 口紅我就很想使用比較強勢 然後有成熟感一點的楓葉色 魅惑靈蛇的日常妝容完成了 有沒有很有氣質 但是又有一種強勢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它這盤的顏色 真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運用度也非常的高 魅惑靈蛇真的還蠻推薦 適合黃底色的人購入的 那你要怎麼知道自己是適合 黃底色還是藍底色呢 我有一個影片是在教大家 選試底乳 那個連結我放在上面的資訊卡 那我有大概的說 如果你的膚色如何 或是說你想要看起來有什麼樣的效果 可以大概怎麼樣去選色 但是畢竟它那個只是一個大概的方法 所以準確率可能只有PX左右而已 如果你要百分之百的知道自己 到底是適合藍底色系 還是黃底色系的話 就需要靠後面這邊的測色步 什麼是測色呢 我一樣在這邊放上測色的照片 就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會運用這樣測色的方法 去幫大家檢測出來說 你是適合黃底還是適合藍底的人 像我自己就是適合藍底色的人 所以其實我畫這樣的妝對我來說 氣色沒有那麼的好看 但是這個真的就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台灣的話大概就是會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是適合藍底色系 百分之五十的人會適合黃底色系 第二個眼妝我們就要來分享這個 比較美式風格一點的感覺 第一個我會使用這個金橘色 一樣用手沾了之後 直接大面積的上在眼球的位置 碰到眼窩的地方 畫完之後我會這樣睜眼看一下 說這個重點色的高度夠不夠 如果睜眼之後它重點色 我覺得不夠明顯的話 我就會再把它往上推一點 再來我第二個要使用的顏色是 這個顏色加一點點這個淺色 錯誤示範 應該先沾淺色再沾深色 然後我會拿這種比較蓬鬆的暈染刷 在這個眼窩的地方做一個深邃感 這樣暈染完了之後 我覺得那個金橘色的感覺 又沒那麼明顯了 所以一樣我就再用手沾再疊上去 第三個我會拿這個顏色 它就是都是亮粉的東西了 它沒有什麼顏色 它就是金色的亮粉 然後我會直接壓在這個上面 讓它浮花的感覺再多一點 再來我會拿一個像這樣子尖尖的小刷刷 沾這個橘黃色 畫在眼頭的地方 然後把它有點延伸出來 就像蛇精 蛇靈那樣子 蛇靈那樣子 然後下面這邊 再把它框起來 再來我會用這個紅色 現在下面這邊的漸層就不是很美 所以我會再沾一次黃色 然後在這個接縫處壓一下 讓它的漸層色比較順一點 最後一樣拿一支扁刷 然後選一個你想要的深色 那我選這個好了 在眼尾稍微壓一點深色上去 會比較有層次感 最後再畫上濃烈的爆黑眼線 跟刷上超濃的睫毛膏 這邊眼線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前面這一段 它的黃色其實沒有那麼的明顯 所以我會用咖啡色的眼線 把它加在這個下面 然後這邊的話我就會慢慢把它接到紅色的地方 就讓它有點融入在眼影裡面 眼線跟睫毛膏好了之後 也就完成今天魅魄靈蛇的第二個 比較美式然後比較drama一點的眼妝 腮紅的話我還是想要選擇比較紅 然後比較濃烈一點的顏色 因為我想把重點都放在這一塊 但是也因為我的眼睛跟腮紅都很紅了 所以口紅部分我就會使用全裸色的皮膚色系 魅魄靈蛇的第二個妝容也完成了 比較強烈比較美式一點的風格 大家喜歡嗎 我是真的真的都非常喜歡今天的妝容 兩個妝容我自己本人都很愛 不過這也在說廢話嗎 如果我不愛的話為什麼我要分享給大家呢 再給大家靜看一下 今天兩邊眼妝的細節跟質地 我突然發現一件事欸 我這邊的眉毛我還忘記用眼影粉了 難怪我剛剛一看大鏡子都覺得 怎麼兩邊眉毛的顏色有點弱差 因為這邊的眼妝比較濃嘛 所以我就會使用這個比較深一點的咖啡色 好這次是真的了 魅魄靈蛇的兩邊不同風格的妝容都完成了 那大家不管有任何關於比如說彩妝啊 還有配色用色或是我剛剛說什麼 藍底人黃底人的問題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到我的粉絲團或Line App私訊我 我那些平台的連結也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喜歡什麼樣的妝容 或者是說你在嘗試了這些配色的方式之後 有沒有什麼樣新的心得啊 還是有什麼樣疑惑的地方呢 我都一定會盡力地用我最專業的知識 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再來要預告一下下禮拜 下禮拜的話就是 ZC跟大英國務館聯名系列的普魯斯之眼的眼妝教學 一樣會分成比較平易近人版跟比較不平易近人版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最後也請大家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分享加入訂閱還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在我每次發影片的時候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